世界女排联赛首周赛事结束 中国女排以四连胜的成绩还在是联赛第二位 世界女排积分也上升到了第三位 创造了巴黎奥运会周期新高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前往香港备战第二周赛事 首场比赛开启是13号 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今天晚上 中国女排成绩抵达香港 香港商报网进行了报道 并且给出了现场接机的视频 视频中我们看到有大批香港媒体前来接机 并有不少旅客驻足围观并拍照 中联办宣传文化部体育处处长朱建平 亦亲身到机场迎接 并和蔡兵主帅握手之意 现场有拉横幅来迎接女排姑娘 并且进行了合影 可以看出我们女排姑娘都是素颜上镜 看起来非常可爱 提前抵达香港备战 是因为那边给我们女排安排了活动 香港市民非常喜欢中国女排 所以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了 我们看到香港街头到处都有试联赛的海报 中国队登上海报的是接应公响语 这也让香港的试联赛氛围变得浓重 目前 中国女排姑娘已经抵达了酒店入住 接下就是好好休息 明天下午于拳湾体育馆进行首课操练 从首周的比赛来看 中国女排表现非常出色 接连战胜巴西和日本强敌 通过三个多月的集训 中国女排相比于去年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队员们和主帅蔡兵都受了不少 战斗力也提升不少 让球迷们感到欣慰 目前 朱婷没有回归 这些年轻队员得到了锻炼 李盈盈元新月担任起了领袖的角色 带领着女排前进 待健康的朱婷回归后 相信我们女排依然具备奥运会冲奖牌的实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